我姓張 叫張紹晴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腦電波在產地上的分類 還有如果要做成訓練產品的話 用品的話有什麼分類有什麼利用 今天15分鐘不多 所以我們在要事的講這幾個主題 產地跟佛教的關係 腦機界面跟自我覺察 腦機接口怎麼判斷產地的方法 還有中國佛教在產地上的科學的創新 然後機接口的訓練的機器 一些APP 還有一些非宗教式的律用 然後還有未來預測一下 這個產地會往哪一邊走 產地的律用 那這個佛教講的產地 但是在這個佛教存在之前 就已經有產地了 佛教借了很多這個印度教的字眼來使用 那中間事實上是有一些差別的 例如所講的樂道輪魂 佛教的輪魂跟印度教的輪魂也是不一樣的 那以這個佛教的宇宙觀來說 四禪八地 是每個人都可以修的 不是佛教也可以修 人天外道都可以 那佛教在產地的定義上 又多了廣大的慈悲心 又多了這個智慧 還有真正的空性 那這些在各種法文的運用上 跟科技怎麼結合 我們接下來是我們看透的重點 那從 因為要講跟這個腦電波的關係 所以我們先講腦記介面 跟一個自我覺察的關係 殘境等於是一種 自己覺得他自己的狀態的關係 這有點模糊 但是其實有很簡單的案例 像玄奏大師曾經說 什麼是開悟 他對於人形容 如人如水冷暖自知 就是你只有自己才知道他怎麼形容 那上午在這個葉子裡面就 第一天就講到 葉子去學射箭 他的老師跟他說 你知道你為什麼射中嗎 他說 我不知道 他老師說 好 你回去再射三年 三年後他又回來了 這次他老師就問他了 他老師是關於一次 就是這個 那個方老子出關的那一個 後來就成神仙了 就說 現在你知道為什麼 他說 現在我知道了 他的老師也沒有問他說 葉子同學 請你發表一下 你怎麼射中的 沒有 他就說 好 這樣子很好 以後你就記著這種感覺 做人 做事都這樣做 但是上午就在這個話 為什麼很重要 他是講一種內在的狀態 很多狀態 講不清楚 不用講 你知道 記得就好 那這個就衍生下來 我們講PCI的理論 那葉子他想知道什麼 其實他只是想知道 為什麼我要知道這個 然後我要去覺察什麼東西 然後覺察之後我要幹嘛 看不到 感覺不到 可是直接把它拆開 那我們舉個實際的案例 跟腦力都有關的 唐朝的時候 日本的朝中中 這個 日本派的前堂子 把朝中中帶回日本 之後在某種訓練方法 他們開始射箭 從射箭的時候 之後訓練一種特殊的精神狀態 那他們射箭往往都能射中 最後就像連續劇 一樣把眼睛蒙起來 也是射中 結果呢 有個韓國的博士 美國的博士 拿著書位的技術 就開始拿腦電波 把上的腦波拿來 訓練射箭選手 開始從美手道看過這樣 訓練 那訓練的結果呢 那就是 這是艾瑞克森 斯拉斯基 都是拿過金牌的 訓練的結果就是 他們每年 每次奧林基克都對 像2012年代 這個男子射箭隊 他分數很高 他是瞎子 他只看得到20分之一 照樣射中 70米之外 射中的像葡萄柚一樣大的東西 他不用看到 然後 上網自己查 每年都是韓國跟美國人 他們拿腦電波在訓練 這就是 佛教 科學 運用轉換成腦電波 最實際的案例 那我們這系列裡面呢 也發現 射箭選手在把箭射出去的力 上到他的定力 會到最高的狀態 那現在我們要怎麼樣 反回來 把它變成一種訓練方法 首先 列子 他知道他要訓練什麼 他要知道我為什麼 你射中 然後呢 要訓練什麼 他要訓練 我是不是在這個狀態 他要馬上能訓練清楚 今天是在什麼狀態之內 然後呢 他是不是 隨時能靠自己再次進入 任何時候都可以進入 他要訓練他是這個 那 腦科學 用在腦機界面上就是這樣子 要把它拆分開 變成有實際的訓練這樣子 我們運用的是腦電波 有很多種腦波 那這有消費性質的腦電波 那有很多人做了這個 瑜伽式的腦波的實驗 基本上這是一個顯學 很多人在做這個實驗 那我們用的是這個最普通的FFT 用乾淨的腦波 因為就判斷這個一般的狀況來說 這其實已經很足夠使用了 那這個腦電波在FFT拆分過之後 你可以分出不同的狀態 而我們在 FFT拆分大學 全世界的這個 全世界的這個 修齒年幫你來讀書的時候 我們花了四年時間 把不同層船的這個 出家人或修齒人 收了幾千名資料 幾千位的資料 然後 南船 林濟宗 潮東宗 各種不同的狀態 然後我們覺得這很好玩 所以把它收集起來 也反過來想去念陳詞 那時間不多我舉個挺實際的案例 譬如說 林濟宗潮禪的方式 中國的禪定是 潮話頭 照顧話頭 它是非常定的 它只是在一個禪定狀態裡面 但是它的專注狀態是很低的 它是在這個狀態 但是 在潮動中 他們張開眼睛 看著牆壁的時候 他們其實 專注跟他們的這個 禪定是兩個同時很高的 兩種方法還加起來的 Spectrum Power 能量是相同的 但是方法是不同的 每個傳承的方法真的不同 瑜伽 平衡 內觀跟Pasna 其實都有很不一樣的地方 那 接下來我們講 中國禪宗跟 佛學在科學創新的部分 我們接下來 我們的應用有關係 中國 佛教歷史很久遠 而且很精盛 即使經過了三五一宗而滅佛 全部摧毀掉了 已經在三年之內重建起來 太多次了 所以呢 中國祖師最厲害的是 有創新能力 當全世界的宗教 都在抓住自己的傳統的時候 中國人具有極大的創新力 從不同禪宗的中 太到收拾的方式 那這裡就取一個很實際的地址 我們應用在腦國領域 永家玄學禪禪師呢 他覺得這個禪堂樣樣子講 這個禪定不容易 他就想出一個方法 他說這個 你的新興集中式 獨居集結非 集集新興式 亂想新興非 就是你鑽觸的時候 其實也是一種 也是一種殘定 殘定也是一種鑽觸 可是你鑽觸的時候很容易睡著 你只要鑽觸一點 你鑽觸的時候很容易打望想 你只要再放鬆 你把它拉回來 透過這種結合的方式 人在這個 禪堂裡面 慢慢的就 就很容易定下來 好 這個東西我們怎麼運用在這個 這個 老科學上面 很簡單 我們做了一顆燈 你殘定的時候 會變藍色 你很專注的時候 會變成很紅的顏色 透過這種參照的方式 你隨時關注自己的狀態 它的 delay 只有一秒鐘 所以你隨時看到自己 殘定的狀態 跟隨時看到自己 專注的狀態 在重複的情況下 就很容易殘定下來 我們在外面 有展示其實可以試試看 那這個應用的原理很簡單 不管我是算它發光 會跑會跳 其實基本上我只是 取出了腦波訊號 做出了分類 然後呢 數位化 然後再翻譯成演算法 然後再把它列成 會跑會跳 會發光會中的東西 這是PCI的原理 那這個應用很多 這個在我們在產品的演算法 接下來跟各位做報告 這是我們一個月前 在台灣辦的 台灣腦電波產品大賽 每個人都來測 看自己分數幾分 前世面有降低 因為我還供養他 有科斯加盟那種史的例子 那我們從他的這個殘定 從他的腦力 從他的慈悲心 來測出來 那訓練方式 好 你測的高 或測的低 接下來你只能讓自己進步 我們有語音導引 它會根據文字 或語音來指引你 你帶著腦波音 它會跟你說 你要怎麼想 你要怎麼樣去觀想 然後它會有聲音 你可能不是很常見的時候 他說 再加油一點 然後再定一點 你可能很定 他都不吵你了 然後你一放鬆 你很渾沉 要專注一點 透過這種語音 其實這個是最快的 有時候殘堂 都需要有名列的 就是你知道你在做什麼的 為母來幫助你 現在透過腦波就等於 我就坐在你旁邊 這是一個很可情的概念 那另外這個廟裡面 許多人都在抽籤 到家也在服官 很多人都在抽籤 那我們這個上次也 蠻好玩的做了一個 腦波鑰匙伯林簽 我用那個絲瓜寫一套簽詩 然後我們找出了 抽籤會很零的那一刻的腦波 然後讓別人來抽籤 所以我特別有說 好像很多法師都在排隊 這個 上了很多新聞 這套還蠻好玩的 這是一個人 那另外呢 五分鐘 好 我講得快一點 其實很多人都有很多業力 不過叫這個 雖然要講殘力 就是脫離會養你的息 氣你的業力 你的福報 這些跑不掉了 真的 那你怎麼知道你有業力 是很難的 可是業力是發生在你的習慣上面 所以我們找出你的習慣 是否你知道你們怎麼改變習慣 就可以變成更好的人 所以我們想說 如果測出你的性格就好了 你測性格呢 我們把榮格這16型人格拿出來 榮格用中國的疫情發明的人格 然後他的學生把他完成成了16型人格 是一個很完整的系統 可以知道你的情緒狀態 然後呢 我們就找很多學生來測 那學生填問卷 填了問卷 你都知道他是什麼樣的人 然後就把他的腦波拿出來 之後 再用某點就把他對應回去 我們就可以測出你這什麼性格的人 準確率還不錯 台灣的文官學院在用 然後北京的一些學校也在用 那如果我知道 我腦力強不強 是殘體不夠還是氣體不夠 然後呢 我是什麼性格的人 是適合在山上當瑜伽 是躲起來呢 還是這個是路經常天天看經書 還是去開道場 從步驟身中學習 這個是可以測到的 大家想測的話 好 要回外面 有掌聲 好 那腦部有沒有非宗教性的訓練應用 有的 那我們打開小孩教育上 我不能說我找你小孩打坐 可是我可以說我讓他變專注 結果我們幫助的很多小孩 很多過動的人 很多不能專注的小孩 在我們指導下變得很好 廣州國同中心也是有全部制度使用 其實 你不說是什麼 大概都會用 而且效果非常好 那 在學校裡面 北京基業科技大學 直接拿這個來建議 學校 學生是可以學什麼東西 學什麼科科技 在企業裡面 我們在中國幸福實驗室 就是這個 清華啟迪的中國幸福實驗室 有展示 這個大企業的概念 知道你的團隊的性格 怎麼樣做配對 你的壓力是不是太大 便利不夠 是不是要補充一下聽力 是不是要自己多放鬆一下 這個其實是很有意義的 員工壓力太大了 搞不好以後 這個獎金的發發方法是 如果你業績好 但是你的團隊的壓力不能太大 你才有獎金 那這個中國就會變幸福了 然後怕他們有壓力 那這個我們也用在許多 叫那個小孩子的訓練上 像這個瑞士娘的這個第一人帶 因為他們希望小孩以後有領導能力 領導能力其實跟產經非常有關係 你要有慈悲性 你要有動見 你要能靜下來 你要能處分不緊 這些都是非常有很多 很多歷史的根據的 像聖心熊懷 他自己知道他是老和尚頭胎的 像這個王妖明他自己也知道 這個很多禪師的轉世 其實都是變成很大的企業家 禪定是很很必要的 現在這個方面 其實對於訓練企業家 是非常有效的 那接下來講 科技輔助禪定訓練的展望 未來 如果禪定能透過科技來訓練的話 會是什麼樣子 我有一些個人的想法 我記得是對的 跟大家分享 第一個 我覺得現在人 這個禪住 總會碰到一些障礙 這個障礙說真的 跳不出傳統 我們所謂的福報跟業力 包括聖念科技在美國做的論文 他們把正念療法 做了一個系列的研究 它是一般的人 可以提升到中間狀態 中間的人提升不上去了 是為什麼 因為產品最後 這個還是會有這些印象 你的道德要增強 你的性格要變好 這個很重要 所以呢 或許以後 是不是有上七公里 讓你自己的量不要太長 是不是有像 內觀的這種機器 能讓你知道自己的精神 什麼時候能集中 是不是有這個 空空性 讓你產品 還可以加上一個空性的狀態 那最後一個 就是 宗教畢竟 不是每個人都能接受的 不是每個人都是佛教 可是你要怎麼推出去 我覺得未來 教教會用 對佛教的功法 佛教成在兩千多年了 總是有很多引申出來 不是佛教 可是是用佛教的方法 例如說 陽明希學王 陽明希學生其實就在農場開文 他的方法 標準的產中方法 都把陽明希學寫成給提拼 就是你沒有中教設廠 可是我得到很大的好處 或許就是未來的方法 那接下來最後一個 真的 再給我參試一樣 就是 有什麼方法讓大家都開文呢 就是放在裡面的分台上 讓每個學員 每個學生 廟人的每個徒弟都上去 每天上傳五分鐘的產品 這樣子我知道你有沒有產品 產品好不好 我沒有教功課 怎麼會鼓勵人去努力呢 並不是其他的因素 是有很多人跟我在一起做 有個同儕的感覺 有個比較的感覺 還可以以排順序 第一名就是什麼相比 我覺得未來這可能是一個方向 大家會想到這裡是一個方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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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